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成了老话题 但是最近在博鳌论坛上又被人提起 当然这个人还没死 这个人的名字跟你同姓 你也关注过他 他叫吴英 也不能说老话题 事情还没解决 现在就说是高等法院二审还是判的死刑 但是好像高院复合 这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也有谈到这个问题 我是看到你为他写的文章感觉是激情洋溢 你知道他写吴英 他写了一个二十年前的吴英 我觉得他讲讲这个故事 二十年前他跟吴英好过 没有 瞎开玩笑 二十年前的吴英是谁 那时候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中国已经出现了像吴英这样的人 就民间经济一发达就会有点 那个人叫曾乐风 我看过他的卷宗 温州在1984年的时候 出现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民间钱庄 民间搞金融业 1984年就有了 那个人叫方兴方培林 现在还在 在温州做小孩代管公司 方培林 然后那个叫方兴钱庄 开了一天 第二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 给牌子给砸了 所以违背中央规定 所以1984年以后 这批吴英 它就变成地下的老鼠了 就再转到民间了 而86年的时候 温州发生了台会事件 就跟现在高利贷事件一样的 一边紧张 力量又高 然后他就开始抓人 这台会就相当于咱们说 这个民间 民间集资 是高利贷吗 高利贷 然后就跟穿穿梢一样的 最后资金链断裂 崩溃 听说当年自杀63个人 对 60万人 对 几十万人设计在里面 然后通过抓人 然后抓了那个人 就要挣了 所以浙江很有趣 浙江当那个会头的那些人 就民间潜众的那个头 我去做过一个调研 绝大多数都是妇女 家庭妇女 年轻妇女 大概就在30岁到35岁这样的 年轻妇女 而且文化程度很低的妇女 为什么会是他们 说明浙江地区 妇女的信用比较高 家庭妇女的信用 她比较会窜 是 然后大家就借钱借给一个女的 总还可靠一点 这样的 当年有郑乐峰 郑乐峰当年就 就在法律界是引起重大争议 就跟现在的争议是差不多 是法学界分成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的认为 他是金融偷鸡打把 金融诈骗 必须要判死刑 还有一派意见的认为 他就是一个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就可以 可以不用判死刑 所以这86年帮助是判了死刑 所以 执行了是吧 没有 你知道 中国的刑法规定 关于死刑犯的最高院的复合时间 是无限的 一百年都行 对 无限 所以 所以 郑乐峰当年86年 引起重大争议 判处死刑 一省判死刑 二省判死刑 但他被枪毙到什么时候呢 到92年被枪毙 枪毙的时候 你根本就忘记掉了 已经忘记这件事情掉了 但是还是被枪毙的 那92年枪毙 是面对的 92年到93年之间 中国又出现了一次 民间集资的高潮 就当时 郑乐峰当年是被悄悄抢毙到的 就你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就很可能 中国如果金融改革 对 先听说过 不往前推的话 三年后 他被毙了 你也不知道 你没有人再讨论这件事情了 就不再是报道热点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 还要死得盯着他 呼他的命就被死得盯着他 但是这9293年的时候 除了郑乐峰被悄悄抢毙以外 当时是大仗旗鼓的 枪毙的一个人 1993年的4月份 是北京地区的 北京长城基电高科技集团的 沈泰福 这很有名 沈泰福 沈泰福就93被毙了 93 沈泰福被毙又是一个重大的争议 为什么他被毙呢 因为他是民间非法机制 当年叫非法机制 然后他们发明了一个 叫节能基电产品 银行不贷款给他 因为他是个民营企业 他这个企业很好玩 他是个 他是个吉林四品人 跑到北京来做生意 1986年来的 北京市工商局到1987年 允许私人注册高科技企业 比如你 沈泰 你要在北京注册高科技企业 你只有到87年 你才能注册为高科技企业 86年 你得戴个红帽子 你得区里找一个什么 什么 一个机构 挂在你头上 挂在一个 挂在红帽子 一个红帽子 实际上是私营企业 所以那个长城高科技企业 他就 他就 他是个发明家 跑到北京来 要见高科技企业 有没有 他脱了戴的红帽子 但是他到92年93年 他那个产品要 像银行贷款的银行 就没钱借给他 然后他就全国募资 所以当时年薪是24% 现在是在合法 线以内的 现在支付宝就24% 这样意思 对 就年薪的4倍以内 是吧 当年薪24 全国募资 募了10个亿 募了10个亿 而且当时很多人帮他背书 其中包括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者 叫费小通 因为人民帮写了半个版文章 讲他这个事怎么好 但最终他会被抓起来 然后被枪毙掉 枪毙的一种法机制 那你凭什么来判他呢 就跟现在无恶爱 你是非法机制 还是金融诈骗呢 就当年沈泰夫抓起来 沈泰夫很好玩 3月份抓起来 4月份就毙 这个我是 但是你知道他用什么罪名 被毙了吗 什么罪名啊 不是非法机制 贪污公款和行贿罪 你就不知道怎么判他 最后面是贪污公款 所以沈泰夫说 我就是个虚拟企业 我投自己家里的钱被毙了 据我所知 就是现在的这个刑法里 是不是投机逃把罪已经 没有了 96年就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96年就没有 就没有投机逃把罪了 但当年这个 曾乐峰是叫金融投机逃把 然后到93年以后 我先不讲到沈泰夫 到了93年以后 在所有的经济犯罪里面 最严重的两个罪名会被枪毙 就出于急刑的罪 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这个 增值税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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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虚应增值税发票 那个罪就很大了 对不对 那个是很严重的急罪 第二个罪就是 吴英他们的这个罪 但增值税发票 伪造案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 是吧 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 但吴英这个事情 从郑乐峰9686年开始 到93年的省泰夫案 到现在这个案件 已经有很多教训 还是两级 我再给你讲个数字 他写的还很抒情 说是这个郑乐峰 被处决 被执行的那一年 十岁的吴英 正背这个小书包 走在田梗上去上小学 吴英82年 我不知道徐老师 你在上海那边听的时候 我在微博上还跟了一句 人家传上来这个事情 我完全搞不清楚 吴英这个什么回事 但是我是 我都非常简单 我觉得这种有争议的事情 死刑应该越少越好 因为别的行 你将来可以回过来 对不对 你可以改正 死了就没法改过来了 就算你将来 政府也好 公检法也好 律师法律制度 都说我们当初这些东西 中国这些年 太多翻来覆去的 这个徐老师 你讲的还是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你讲的还是很根本的伦理 这是死刑存废问题 这个在中国现在还不适用 但是吴英的这个事情 除了你说的这个层面之外 它有更具体的 就关于这个民间集资的这种争议的一面 你比如说 为什么说这么狠 就要弄死呢 我看到的这个报道 也会是国内媒体的报道 有一种传言 说是啊 这里边涉及到有一些官员 他们这个怎么着 是拍卖了这个被没收的这个资产 就把吴英 是不是吴英没收的资产拍卖 另外呢 是不是吴英交代了一些 有些官员设计到 参与到这个非法集资的事件 所以呢 是不是有人想置之于此地 这都未经证实 但是报道中确实有这样的传言 在江浙一带 官员参与到民间集资 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有一个事实 可能媒体都没报告 在这可以说一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 沿海地区的一些省份啊 为了给官员这个谋福利 你工资低嘛 谋福利怎么办呢 银行是免息贷款给你 根据级别不同 如果你是科级50万 促级100万 厅级比如说200万 银行是免息 或者很低的息给你 但银行本来就是国有企业 这个等于是干部制度里边的照顾了 对对对 他也不能算说民营对他们的会 你听我讲完 不是两回事 因为公务员 公务员他可以吃可以喝 对不对 他什么没有 他现金没有 对 他没有理财工具 所以银行是免息的方式 给到你钱 然后你就把这个钱 你不可能把这个钱 再还给我银行的 你存在我银行 我银行利息很低的 你就公务员拿的这笔钱 都交给民间理财 一年拿本十二十 所以为什么说 放过来 所以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很多官员 参与到江浙一带的 民间集资循环里面 他的很多钱是这里来的 是银行的钱 这个政策 我印象中应该是到了 无银案到了去年的 七月份左右的时候 各个银行悄悄地 把这个业务给停掉了 但是你看 像我们这个不懂的 也会觉得说 这不是二十年前 也就有执行死刑的吗 他也是 你要知道 在去 无银案这个时候 去年前年 在浙江地区有两个人 跟无银一样的性质 是已经被执行掉的 一个台州叫王菊芬 一个利水的叫杜利明 是吧 那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把无银翻过来 那两个人就是变成冤案了 有这个背景 那但是就是说 法律上讲 这个非法集资 最高急刑 确实是可以判死的 就现在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 界限非常模糊 最后判基本上 是金融诈骗罪来判 金融诈骗罪 在刑法上是可以够了一定的金额 是吧 所以说这个问题 真的是很有争议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新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度 宫兰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宫兰湖海口 这个我也不懂 因为我原来听说过 温州人有这个传统 他们就自己 有的在海外挣了钱都寄回家 所以每家都挺有钱 做生意 这个据说就靠民间的 但是你说 这个非法 你要说他要出了事 也确实是挺惨的 对很惨的 对吧 我接触过一些 那么就是我就不知道 这个事到底是不是祸国殃民 他不存在祸国殃民 他这个事 具体实际上讲 就是说就是说民间经济要发展 一定需要有一个一个完全市场化的金融环境 对不对 但是但是中国现在现在哪里 现在中国是国家控制了金融体系 而且九十三年以后 省太夫事件以后 对金融对国家体系以外的所有金融活动 进行扫荡式的清除 这是一个一个东西 第二个国家通过金融和信贷 信贷政策 比如利率政策 通过货币政策 发行货币 来进行宏观调控 所以一旦你这个体系以外 出现了一些民间的东西以后 国家调控力度就没有了 就国家没办法进行宏观调控了 是国家为了管制 就不根据指挥棒转 你不根据指挥棒转 你旁边有两个小指挥棒转 那我心里妈在那乱搞这么行的 所以国家必须要管 要外面要寸草不生 但是民间靠你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民间经济就没办法发展了 比如说银可以紧缩 为什么五银扎起来 是2007年会扎起来 因为2007年通货膨胀 猪肉价格上涨 然后信贷紧缩 那信贷紧缩民间就受不了了 就开始比如说出现了什么 在浙江地区出现了一些 连锁倒闭事件 然后地下高利贷 就水涨船高 五银他们就开始变得很活跃 然后就开始要打他们 然后为什么去年开始那么多 为多那么 资金链断了又外逃呢 也是因为 银更持续紧缩 高利贷混不下去了 不是主要是还有一个 非常非常普遍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中国有相当部分的人 他必须靠钱养 生产钱来生活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继续生产的能力了 但是他手里有一点钱 有的是年纪大了 或者有的赚到钱 所以很普遍很普遍甚至很穷的地方 都是靠这些钱再借给人家产生高利贷 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 这是个好事情 为什么 因为经济学上来讲 它是一个国家出现了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 因为一个国家当它中产阶级出现以后 它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来自于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植物性收入 就是我上班 对对对 第二部分叫财产性收入 这个就是财产性收入 那么在香港的情况 我们看得很清楚 有很大部分人财产性收入 他就买房子收租 还有炒股票 炒股票 但是在农村呢 在中国到处的农村有很多 他没到这个级别 但是他种地这个 已经不说颗粒无收 已经很少了 但他手里恰恰 现在手里有几万十万块钱 他那个五万块钱 在那里每个月能够生产个五百块钱 这个对他来说就是财产性 那么这个他必然 他变成一个生存之道 我通过高利贷 我一万块能够收回一千块 我宁可给一家银行 我只是收回五百块 问题是你现在银行货 一百块都不到 对啊对啊 所以他们说一句最简单的话 我说你一万块 所有的事情的根源 就是银行利息太少啊 而且呢这个 现在还加上急迫性 我就我听他说的那个 都就是急啊 你就说这个钱比十二年前 这个钱呢 你也不要说什么物价上涨 到底有没有上涨 他说光是这个钱呢 多了六倍 对对吗 就说十二年前 这个六块钱 这个不是一块钱人民币 能买的东西 对 现在要六块钱人民币 才能买 这个是广义货币 对啊 你存在银行 你说你不傻吗 对 就被人把财富都抽走了 对 负增长了 对啊 但是在美国 没有那么多高利贷 把私人借钱 你就不是犯法 对 这是说 对 对 他的贷成本太高了 对 贷成本也很高 然后你的风险也很高 大家不会去那么做 但是温州这一代 你知道很多高利贷者 连字条都没有的 全靠信用 全靠民间信用 所以你不能怀疑 中国人民群众的信用意识 没错 这个 我借他就 你给我一百万块钱 我借他都不给你开张 就负增长一直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的一套伦理 他的企业能力很强 对对对对 中国最大的伦理伦理 伦理 伦理 我跟你说 我有温州朋友 您知道他是很特殊的 温州朋友真的是这个说话就行 说老乡啊 说给你一笔钱 你要两百万 我有对就能给你 对 就就就能给你 他他这个信用啊 哎呦就是说你比如说 他到一城市去啊 他要上我家去玩 我说好咱们走吧 他说得打几辆车 我说为什么打几辆车 他说我有十几个人跟着我呢 他我说我我说我不认识他们 你就一个人去 他说这几个兄弟都是跟我在一起的 对 温州人到哪就是他这一圈 对 他说要去就一起去 温州人很好啊 你这个很 我9091年当记者的时候 比如我到郑州去采访 他那个郑州的温州村 然后呢 我说那时候 我说你们那些不是温州老乡 很穷的地方跑到那来 你们怎么办呢 我给他八千块钱 郑州在这个温州人讲温州话 反正温州话 他外人肯定听不懂 因为不愿望模仿 好了来 给你八千块钱 然后你去做生意 想起来 想起来了 然后呢 你说做亏了以后对不对 再给你八千块钱 做生意 两个八千块亏了 那你就不知道做生意的料 快回家快回家 快回家 跟进去 是 也不用你还 我父亲是天台人 天台人 那时候家庭人只有十几块的生活费 可是只要是家乡来的 他其实认识不认识 无论如何要拿出钱来 你们天台人也是 我妈妈说 你还有钱吗 你还有钱吗 台州人嘛 还有天台人 而且那个就是 宗族的观念最强 他们是全中国打 泄斗最厉害的地方 泄斗 泄斗 泄斗最厉害 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文若数 你知道我没参加过泄斗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 是的对 许杰也写过小说 中国经济放缓 三月数据使市场对硬着路隐忧在起 究竟钱藏其中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加强帮助中小民企 却又出现民企风暴 这对资本市场会带来省冥想 解决民企融资难的温州金融实验区 又该从何着手 民生银行信用卡 一周财经新军事 星期天 不防卫视中文台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你说为什么做企业的这么关心无鹰呢 我觉得为什么大半年来 成为结局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美会必谈的事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08年金融危机以后 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高利润 和对垄断行业的这个把持 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愤怒 那是愤怒的就需要排泄 所以无鹰事件变成了个排泄口 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一组哭墙了 就是很多人 他不知道什么回事 无鹰他到底是非法 他都跑到那下啊啊哭一顿 所以他哭他自己 哭完以后 都走掉了 杀掉无鹰 就是进一步保护国有银行的 这种垄断力量 对是这样 或者是亚伯利的会有人在说 今天杀无鹰 明天就可能杀到你 所以我们捍卫无鹰 就变成那种哭墙了 民营企业家的哭墙 也把这事简单化了 对简单化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无鹰案表明一个重大的事实 就是民营企业 国营企业有很多利益争夺 现在最敏感的领域在哪里 在金融业 现在就看清楚了 就是银行借钱给谁 对金融业 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 未来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决战之地 就打华海战役的地方 就是金融行业 这就是非常清楚的 它不是说两桶又要不要开放 通讯要不要开放 航空开不开放 我认为都是次要话题 关键话题就在金融行业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49年以后的问题 是1935年以后 1935年法币改革以后 国民政府当时就把金融银行业 收归国有化 当时台湾有个经学家叫做王业健 王业健的书里面就想了 就是说企业家 从此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从此就消失掉了 当金融被国家完全管控以后 那企业家 那什么叫资本主义社会 那就是资本两个字 你资本给国家管控了 你怎么弄啊 就没有资本家 具体来说就是要有民 资本家 民间银行 民间银行 对 所以我写过面赞的 千开放万开放 不如让我开银行 我们是千开放万开放 不如半夜抢银行 不过具体到无因那个事情 看看也真叫人看不懂 他现在说他的罪名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亏本了 但是还不断地问人家借钱 没有没有 借了钱以后又亏掉很多东西 但是那些借给他的人 又本身又都是罪犯 都是非法集资 你看到 他是个村村烧吗 比如借给无因的十一个人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情况 说那个无因就给十一个人 他其实他是属于一个典型的 一个 如果按现在来定义 是个非法集资事件 因为你借给十一个人 因为每个人下面又十一个人 他是个金字塔结构的 而这些人 不可能无因借给一千个人 这些人又出了问题 这些人也已经被拘捕了 有的已经被拘毕了 人家放出来了 没没没没 大多数都没什么事 大多数都没事 都被放出来 就把无因毙了 那你说咱就照民间的这个伦理来看 这个无因是个坏蛋吗 是个奸人吗 对别人不负责任 我至少借给他的那十一个人 没有人认为他在诈骗他的钱 没有人认为他是个坏蛋 而且 你不是对线了 你不是蒙我吗 无因是很特殊的案件 在哪里呢 无因比如说拿了这个钱以后 拿了钱以后 他自己买了几辆车是对的 对不对 但他重要的是他就买了很多街铺 在东阳买了一条街 买了一条街 他这个东西就有点像烧饭一样的 闻到我们烧饭 烧一锅饭 烧到一半的时候 你突然间把锅盖给掀开来了 饭就饭就夹成了吗 他是在中间被打断了 对啊 你直接能不能干掉了呀 那么如果无因说得很清楚 你给我一条街 你到10年你让我这条街卖掉好了 所有人都赚了钱 房地上涨得多快啊 07年的一条街 到10年翻一番肯定有的 他也许就冒险成功了 对啊 我是这样看的 你现在把一锅饭给我掀开来了 变成假分发 他说你看你翻烧的水冰仓 其实不是我烧饭水冰仓 是你把我 你把我锅盖给掀开来了 97年 07年把锅盖给掀开来了 所以他这个事情很复杂 我是这样看的 在这个金融变局当中 他是个牺牲品的 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你也不能说他是坏 但是作为一个个人 作为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 我觉得他这个道路很不可取 这也可以是很多人 愿意给他加罪的某一种道义的 你就比如说 我就说我能听得懂的吧 你比如说 我就觉得那些拍大片的那个导演 我说他们心理素质好 要叫我 我不能干 你给我那么多钱 我得想着对人家负责任呢 哪怕1%我要还不上 我都不敢拿这个钱 那些导演真敢拿这个钱 几个亿的钱 就拿来拍片 那就是成功的无垠 那没成功呢 亏了呢 亏了摸笔就算了吧 那你不会对人不负责任吗 你不我你像我这样的 我觉得 这个向连会已经播出 西渊龙吻文明喜事度 那你就称死胆大的嘛 这就真是称死胆大的 这就真是称死胆大的